昨天晚上你有看SpaceX Starship的直播嗎 很可惜喔 馬斯克名下的星艦火箭 從禮拜一延後到昨天晚上發射 8點33分從基地升空 結果4分鐘之後變成煙火 它在半空中爆炸 落入墨西哥灣 一失敗收場 看起來人類要完成火星旅行 要再等等 五個加分 泡亂雨中都很滿外星人的 似乎他們從隕石 有給地球人一些訊號 我覺得在外太空外太空這件雨中 是我非常非常有興趣的一個領域 但是我們要先來看看昨天的那個畫面 剛剛其實明君有提到了 在空中然後火箭發射出去之後 不到4分鐘左右的時間就開始爆炸 然後碎片就開始截停了 觀眾朋友看到這個畫面 價值30億美金 相當於900億台幣 所以認真神大眼睛 趕快看 真的是從期待馬上變失望 對啊 他們包括研發 成本等等 包括這次整個發射 花了大概900億的台幣這麼多錢 但是為什麼大家會這麼關注這場直播呢 因為這場有可能是馬斯克 會帶人類上火星的一個關鍵嘛 這一台STOPSHIP這個星艦 其實是目前這個SpaceX發射的火箭當中 最大型 最長 同時也是最重的一個火箭 那整個火箭後面你要搭載的這個推動力 引擎當然要更多嘛 才有那個推動力能夠把它送上軌道去 但是就是在這個分離當中 兩個火箭發射之後 推進器跟火箭當中要做分離了 結果就還沒分離的那一瞬間 整個開始旋轉 旋轉之後地面站發現不對勁了 所以就趕快整個取消 而且終止了整個系統 於是這個火箭就在空中進行了爆炸 原本因為據說如果是好的情況的話 應該是會飛行90分鐘 然後直接在太平洋就降落了 但是飛行了4分鐘就在墨西哥灣 整個就已經墜毀在墨西哥灣 所以是因為發現有一點點問題 他們直接就決定終止 自動的把它摧毀火箭 對 那為什麼這個會分離有問題 其實他們當下發生了這個爆炸之後 我們看到的人一定要想說 失敗了 他很失望 但馬斯克不這樣認為 而且是在地面站的人全部是鼓掌 拍手就好 4分鐘後爆炸 居然大家還歡呼 為什麼 而且你不知其的會覺得說 發射成功了 所以就太棒了 他們在慶祝什麼呢 馬斯克認為是說 他們還是一個成功的經驗 因為包括了很多的教訓 裡面很多的狀況 會作為下一個月 甚至下下個月 他們再次發射這樣的一個興建之後 會做一個非常好的學習對象 所以我覺得馬斯克他幫成功定命 有一個新的定義 從中可以學習到東西 就叫做成功 我覺得我們大家都可以學習 另外他燒了900億元 他還是認為成功 還是要做 所以我相信馬斯克最後 一定可以帶領人類登上火星 好 我們看起來 人類要去火星旅行的計畫 隨著昨天星劍爆炸 大家可能要再等一等 不過說真的 浩瀚宇宙充滿非常多的 迷漾未知的訊息 那有沒有可能 不只地球有人 可能在遙遠的外探口也有人 甚至跟地球已經發出了一些訊號呢 訊號 說到訊號 我覺得大家都很想要接到外星來的訊號 我們想要去火星 搞不好外星的人也想要來地球看看 所以大家就會發現說 有無毒而有偶 有巧不巧的 在烏克蘭的首都基辅的上空 在一個夜晚發現說 有一個詭異的紅光 就是畫面上這個 閃閃閃的一個詭異的紅球 那什麼啊 一炸之後想說天啊 是不是又有這個敵軍打來了 大家開始要躲了 結果發現說不對啊 根本不是什麼敵軍要打來 因為防空系統沒有啟動 所以不是所謂的敵軍 或是外國的這個炸彈 後來想說 那會不會是所謂的這個衛星掉落了 而他們發現也不是啊 他們的衛星好好的在天空上面啊 那到左思右想到底是什麼 於是呢 就有這個NASA的專家去研判說 那應該是所謂的隱石所造成的嘛 說到了隱石呢 又有基辅的公民拍下了這張照片 這個是在一個類似大卡車上面 載著一個感覺上 好像是飛碟的一個物體 這什麼東西 真的很像飛碟啊 然後上面還在發光 然後呢還有清楚的影像 還被民眾給拍下來 那大家會想說 這太誇張了啦 如果說真的那個紅球是飛碟的話 那裡面會不會有外星人 這個是題外話 大家會比較有點疑慮了 但是我們剛剛所謂提到說 那個紅球會不會是所謂的隱石啊 假如說我們把它歸類到隱石的話呢 你會覺得說 那就沒戲唱了嘛 就隱石嘛 對 NO... 隱石來到地球上 大家會說它可能是一個外太空 派的一個偵測器來到地球 為什麼這麼說呢 其實在先例有一些這樣的一個先例 比方說 之前在美國跟加拿大的邊境 有一個地方叫做緬因州 當地就掉落了一顆隱石 這顆隱石掉落之後呢 這個當地的隱石博物館 竟然開出了2.5萬美金 相當於80萬台幣 要大家幫忙去找這顆隱石 這顆隱石有多重要 為什麼要花錢去找它 還懸賞 對 所以大家就覺得很奇怪啊 你找這顆隱石到底有什麼樣的意涵 還是你裡面藏什麼外星人的訊息 這個時候博物館對外是說 因為裡頭含有大量的宇宙訊息 都藏在隱石裡面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能夠找到 然後給我們 我們來做研究 它不會告訴你裡面有什麼秘密啦 好 這個時候大家就想說 那好 大家就來找啊 為什麼它敢開這麼多錢 因為這個所謂的隱石 掉落到地球上呢 大概每年只有6到8顆 大部分都掉在水中 不會在地面上 所以是非常的難之又難找 那這一次呢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基伏的隱石 掉落到了地球了 很好找喔 很好找喔 然後再來 有沒有藏所謂的宇宙訊息 會不會是外星人要帶來這個訊號 好 為什麼我們剛剛說了 這個隱石大家要去找 然後說跟外星人的訊號有關聯呢 因為哈佛的專家他就懷疑說 曾經有一顆是2017年 來到地球的隱石 它根本不是所謂的天然隱石 它根本是所謂的人造物 甚至是有可能是有一個外人的動力 派它來的 因為我們知道嘛 你是隱石 你是彙星 你在移動的過程當中 你後面會有尾巴 對 但是這顆隱石 它的中文名字給它叫做赤猴 但是它的夏威夷名字叫做Omama Omama 這顆Omama它不只沒有尾巴 而且它在運行的過程當中 它在繞過太陽 經過地球的那一瞬間 它立刻加速 這不符合所謂的你應該運行的軌道 通常你經過太陽之後 或什麼它在太陽附近會突然加速 好 你通常經過太陽的這個過程當中 你會有一些太陽的引力 對 你會慢慢的加速是沒錯 但是這顆隱石 它所加出來的速度 跟其它隱石完全不一樣 速率速度完全不同 它是立刻極限加速 感覺是有人在操控它 趕快離開太陽附近 對 第一 它有外在的動力去推止它前進 第二是你要不就是有外力去控制它 所以大家會不會說你不是一個天然的陰石 所以現在美國的政府都要極盡全力 去找這所謂的UFO 找這些不明飛行物體 光是它們在中東以及南亞 就拍到了兩個不明物體 一個告訴你說 這可能是太空氣球 因為長得圓圓的 對 它不會告訴你說這真的是什麼 就算它知道它也不會告訴我們 另外一個告訴你說 有可能是這個不明的物體 有可能飛機 或者是什麼 無人機 對 無人機等等的 它就這樣告訴你 如果說把它歸類為太空氣球的話 你會覺得說 那這又沒戲唱了 那就是太空氣球有什麼好談的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1947年當年的羅斯威爾事件 當時也是一個類似 疑似UFO的東西掉下來了 當時政府也是對外告訴大家說 這個不是什麼外星人 也不是什麼UFO 這是太空氣球 是氣象戰所掉下來的 這樣的一個太空氣球 當時也是這樣告訴大家 但是最後發現什麼 最後發現有三具外星人的屍體 外星人的屍體 而且體積很小 然後皮膚像鯊魚一樣很光滑 跟人類的皮膚完全不一樣 六根手指頭 這樣的一個狀況 外觀都會覺得是外星來的 這樣的一個人物 好 再來了 在羅斯威爾之前的50年前 所以羅斯威爾事件還不是單一的 外星人可能降臨台灣的證據 因為這個時候 在這個時候 你沒有這個確切的照片 或者是影片 告訴大家說 你看這是羅斯威爾 上面所掉出來的三具屍體 但是接下來的這個照片當中 不只是媒體也有去拍 還有政府也有出來說 這是在羅斯威爾發生的前50年 在德州 有一個地方叫做奧羅拉鎮 也發生了有所謂的不明飛行物體 墜落到這當地的事件 那這個時候 因為在那個年代 你要想 在這麼久以前那個年代 你沒有手機 你的風訊也不發達 那怎麼辦 當地的民眾 看到這個墜毀之後 只好去看看先救 看是不是裡面有人 那時候是不知道一個什麼東西 掉下來對不對 對 所以就想趕快先救人 先救進去看之後 哇 這跟人類長得也是不一樣 那怎麼辦 怎麼處理 因為裡頭的人 都已經看起來都不會動了 也沒有呼吸 也沒有心跳了 怎麼辦 只好先把這些他們所謂的 看上去很像外星人的這些人種 把它放在一個公墓裡面 然後把它給埋了 那這個他們所謂的 掉下來的這個星劍 這個飛碟UFO 就被軍方給帶走了 帶走之後過了不久 政府開始慢慢的 得知這件事情之後 就派了一些軍方人員 想要去這個墓地裡面 去挖這個外星人的屍體 因為之前是民眾不知道 他們就把它埋起來 但是軍方覺得可能這 有可能是外星人來到台灣的遺跡 要把它挖出來 對 結果去挖 結果去挖之後 這個居民也告訴這個軍方人員 說不要挖 不可以挖 我們這個尊重他們 所以你不能挖 所以也擋那個軍方的人員 很奇怪吧 好 再來是 有電視台的人 也進到這個當地去 也想要去找這個外星人 但是沒有人願意要協助他們 後來有一家電視台 契而不捨 帶了一大批團隊就到現場去 就跟這個照片上一樣 然後當地就開始開挖開挖 結果挖到最後 挖出來是什麼東西 是不是外星人 什麼都沒挖到 然後真的嗎 只剩下這一個墓碑 然後液體早就不見了 不翼而飛 對 所以大家就是有猜測 是不是軍方人員偷偷挖走了 或者是真的有其他的 這樣的一個方派組織 決定要把這個外星人 趕快的秘密給藏了起來